工业大麻什么鬼 行走股市十几年 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做工业大麻板块 第一次见到的人估计都很懵 工业大麻干嘛的 肯定不是锡的 做麻绳呢 印象中大麻就是毒品 其实大麻有两个主要成分 一个叫四禽大麻酚 简称THC 一个叫大麻二酚CBD 四禽大麻酚的化学成分具有置换作用 有毒 大麻二酚不仅没有置换作用 还能治疗四禽大麻酚带来的脂患症状 在日化用品 材料 能源 医疗市场有商用价值 工业大麻种植是云南特色产业 欧美等国家在发展工业用大麻的过程中 为防止大麻被利用为毒品 对工业用大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THC小于0.3%的 专供工业用途的原料大麻成为工业大麻 可以进行规模化种植与工业化利用 工业大麻板块独领风骚 这一涨幅 相较其他概念指数来看 说是一记绝尘一点也不为过 估计很多人买的时候也和我一样无知 管他干什么的 题材热门就行 其实稍加了解就知道这个板块太虚 工业大麻在我国目前主要就是种植的这块业务 种植业和给别人组装手机一样利润薄 真正赚钱的环节在提炼上 我国现状是种植技术落后 大麻二分含量低 提炼的技术专利又被国外掌握 我国企业落后一大截 国内工业大麻种植多用麻仿 医用预种及应用科研水平弱 工业大麻成为热门风口 把禁毒委给惊动了 立马发声明澄清 称会严控工业大麻的许可审批 以此来安抚舆情 工业大麻种植也只会局部放开 也就是说工业大麻在政策面都面临风险 大麻二分市场直到2017年 规模也才4.48亿元 预计2024年国内市场规模能达到18亿元 这么点盘子够几家分 无论从哪方面看 工业大麻都不是很好的投资机会 目前A股的情况是 上市公司一说自己拿到工业大麻种植许可 就可暴涨30%到50% 麻苗没种股价就翻番 工业大麻概念一伙 只要跟麻字沾上边的上市公司 从事大麻布 天麻麻辣小龙虾等 股价都飞上天 游戏概念就是不涨 股民很着急 说我们是精神大麻 求油资们赶紧来挖掘 大潮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油 工业大麻板块昨天19个涨停 今天13个跌停 今天的暴跌只是一记警钟 A股的魔幻这些年都是领教过的 各种题材和概念 只要稍加包装和炒作 也不管你逻辑上是否行得通 也不去考量实际的情况 情绪加过着资本 在股市横冲直撞 乘飞机城明明是造汽车模具的 股民说你造飞机就是造飞机 股价连续涨停 东方通信和5G无关 受益于5G概念 收获25个涨停 连云港业绩一般 隔阶段就被一带一路概念 拖出来炒一下 配合上市公司随意计提张玉简直 知名会计师利润造假 2370%被抓 团贷网实控人被捕 戳破10倍大牛股等新闻 A股真是乱象横生 要想在这样的市场赚到钱 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和坚强的信念呀 佩服中国的股民 承压力惊人 这种委屈求全摆着不挠的精神 撑得上国人的脊梁了吧 这种委屈求全摆着不挠的